這隻是母的,好大喔 這隻有兩個喔 三隻嗎?三隻喔 卡在這 做出來給你們看 其實挺大的 錢是兩隻多,不到三隻 上去 這個是上次出海釣魚剩下的那些沙丁魚 今天都拿來當魚了 然後我今天就帶四張網子出去 那我朋友那邊也會有四張 因為這邊一個人可以使用四個網子 那我們就先到碼頭去囉 今天我坐他的船 現在到了碼頭了 這是我朋友的船 我們今天在河裡面玩 所以用他的會比較寬、比較方便 這個空間比較大 旁邊有人在抓活了 那我們就上船了 今天帶了八個網子 這個 可以嗎? 好 那就這樣囉 好 爬那邊有網子耶 嗯 那個被提起了 那邊都沒有錢 而且感覺就爛掉了 被丟在那 這個放螃蟹的網子的地方 我們要把它放在這個樹枝的旁邊 你看看那邊前面有一個網子超級淺的 那個水深大概只有這樣子而已吧 水深大概只有20公分 因為那個螃蟹網子一半都露出來了 那這裡還好 這裡還有70公分的水深 我們就丟在這 放你的放我的 不行放我的吧 反正從上面開始丟 第一個網子 那網子到底的水深就是這樣子 OK走吧 這裡面是一個度假村 就是一種小屋屋的 那平時如果放假來那邊玩是還不錯 我們到了第二個地方 戴上手套 他沒有裝上去 在往前嗎 沒有這裡就好了 都一樣 就把這附近都可以放 第二個就在這 我們再去上面咯 就在前面這裡一點點而已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橋的那邊 那感覺這一段都比較少網子 我們就放在這邊吧 可能再出來一點 太靠岸了 就放在這 我們就繼續往上咯 越上游 他的河道就越來越小了 就越來越窄 這些都不是那個組河道了 就是 剛剛那個大河道旁邊那些小滋流 另一個點又到了 沒事啊 沒事啊你可以後面一點點 這裡他們安拋會不會丟過來偷到網子啊 他們倒不會吧 他們都往那邊跑 因為那邊三米深 這邊一米深 我們去中間吧 正中間那邊 那不放一點 你要不要殺丁啊 那我全下了 哇這個 來吹個螃蟹給他們賺到了 嘿嘿 這個沙丁超級多的 整袋都是 在這裡 OK 我四個網子都下完了 這就是我朋友的 這個魚在哪 整個拿來了 哇這個股價好大喔 哇 哇前面有沒有放 就是 可以再去前面一點 再去前面一點是吧 再去前面一點是吧 沒有 這個就放在這裡 這邊這個樹架看起來不錯 下一個 好再往上吧 我們看到這個樹啊 都垂下來 這一堆樹 下面應該很多樹根 看起來不錯 這上面一點點 最後一個囉 安裝好 嗯 這個口也太 繩子斷了 這個 OK我知道了 呃 我把這兩個先綁死吧 你回去再解 然後 好像穿一穿 差不多這邊就好了 因為這網子很爛 哦 差不多這邊就好了 因為這網子很爛 好像修也修不完整 對 對 就變了 因為這個沒束帶 最後一個 洗個手 OK 我們現在螃蟹的網子都下完了 現在我們在上游要撈一點小的 活兒烏魚 然後再回到剛剛那個組合道去 去那邊稍微葉釣一下 這樣我朋友要開始撒網了 好久沒撒 好久沒撒了是吧 好久沒撒 哇又有小魚了 我又可以拿回家養了 Harrion Harrion 那拿來當耳了 這Harrion死得很快 這個如果活的我就拿回家養 這個如果活的我就拿回家養 如果釣魚釣剩的話 回來的途中 看到這個月亮今天好圓哦 是滿月 而且它的位置很低啊 現在我們上岸了 剛剛稍微去河裡葉釣一下 結果都沒有釣到 那我們現在先把船收起來 那明天一大早我們是預計五點半或者是六點 到這邊去把我們的螃蟹網子收回來 哇現在晚上 還真的有點冷 我都流鼻涕了 這裡的早晚溫差很大 這個河道上面啊 全部都是那個霧 還蠻漂亮的 我們到我們最裡面的那一個 那個紅色的 我們從這個開始收了 來看看我們的成果如何 好 要到了 這個就先放邊上 被吃了 但是裡面是空的 還有這個那個 這個網子是壞掉的 這個口太大了 這個解了 解回去 這隻是母的 好大 哇 有兩個喔 三個耶 三隻嗎 三隻喔 還有黑貓耶 不過一個能量都沒有 這網子就整理的比較好 所以裡面有東西 把它倒出來 這個差一點點 這個差幾公分 卡在這 卡在這 做出來給你們看 這挺大的這個 鞋子兩隻多啊 不到三隻 放回去 這個 這個小黑貓 我水族巷已經有了 不然這個就抓回家養 這兩隻都母的 要不要把它倒回去了 我們就收了 去下一個 黑貓 又是黑貓 又是黑貓 還有一隻小的 還有一隻小的 三隻黑貓耶 三隻黑貓 這個直接給它倒 這個魚都沒有吃太多 表示就是 沒有 沒有太多螃蟹進去吃 它正準備要打洞鑽掉了 你看 好像是這樣子跑掉的 他真的要鑽出來,這個 從這邊 這裡有一個洞,他真的要鑽出來 他卡住了 這個回去,我注意一下 剛好在這裡 這個很厲害,真的要從這裡偷跑 好開嗎? 慢慢開囉 哇,真的有看到喔 這有三隻,但又不夠大 有一隻快接近了,可是鉛子好大喔這個 但這個還是不夠大 這樣 倒出來 跑進去了耶 你那個 要跑到那個船上去了 回去再把它 整理吧 那個太小了,只有掉進去 衝手 你看 這是殼很軟,這是水屑 不小心給它壓裂身了 這個你看殼就是這麼軟 這裡面是空的 這沒什麼漏 你剛換完 對 水屑 直接 放回去 是這個孔子 喔,這個公的 公的嗎 嗯 那個角度沒看到 但它前置比較小 放回去 也還好 四個龍子七隻螃蟹 所以一個合法都沒有 但重點上游是有螃蟹 對 我們四個網子抓了七隻 但是都 都差一點點 兩隻差一點點 那其他的就差比較多 上游也是有螃蟹的 只是 就是得等 得多放幾隻 哇 這個有四個 這個都挺大的 都母的 但是這個好大 這個母的 我就把這個 這個就是叉耳的 對 這個籠子比較大 然後裝耳超多的 裝的其實挺多的 這是公的吧 公的 這個殼 還好 之前的直接 斷掉 直接打架斷了一個 這個大概12公分的殼 差3公分 這很快就長差 放回去 第八隻 他們的前置都斷在這裡 這母的就很大 這母的這個殼已經超過15公分了 這差不多有16公分 這大母蟹 這很重 這裡面應該很多黃 煙起來很重 他也都直接給他上出去吧 剩另外兩隻 剩另外兩隻 這個魚肉碎 有一個第一個 素雞蛋拿出來了 雞蛋拿出來 來 殺一點魚都給他們吃了 這只有一隻母的,一看就知道是母的 我這母的也是很大隻這個母的 直接給他放走了 這個殼一看就有15公分了 超級小的 看到一隻,發現一隻喔 也不夠,兩隻雖然是公的,但也不夠大可惜了 這尾巴先放 15顆喔 對,這一龍加上來有15隻了 這個好可愛喔,超級小 可惜,這個大概11點多吧 12公分的殼,但這個鉗子很大 小小的一隻鉗子已經很大了 這個超可愛的,這邊超小的 前面這個是我們最後一個網子啦 看看成果喔 要往後開了 看來一隻小的 這個又是大母線,這個母的又更大 這個母的是我們抓過現在 今天最距的一隻 我就說這裡有大螃蟹 我會說是一級吧 雖然有大螃蟹今天,但是是母的 我要出來給你看 超大 超大 這個大螃蟹 咦,這是重力區 半間半軟 這是重力區 半間半圓 這是重力區 這個大母我抓到過了 這裡是母的 這紅群都很肥 這個肚子都很厚 而且都很重 在冬天裡面都是黃 這隻是最大的 這隻真的是很大 超寬的這個 這殼都接近20公分了 這殼超大的 超巨大的這個 要上回去吧 回去生更多螃蟹 超大的母螃蟹 好了那我們就收了 然後今天總共 剛剛這裡有三隻嘛 今天總共抓了18隻螃蟹 全部都不合格 下次再來 不過也算蠻有趣的 雖然沒有抓到足夠的 大尺寸的螃蟹 但整個過程也可以感受到 這邊的生態是很好的 其實尺寸不夠大 在這邊也都是放回去也沒關係 因為下次再過來 就會遇到大的 因為你如果全部都拿回家吃 你也會吃膩的 抓螃蟹這個樂趣就不好玩了 這個就是要慢慢抓 慢慢玩 才可以玩得比較久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把這個整理一下 就上岸了